该来的家人们 真的好久不见了 真的非常想念你们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念我 我常常都在祷告里面 都想念到你们 都纪念到你们 我相信 虽然我们有个距离 但是呢 在酒里面都是一家人 很多时候我翻看手机的时候 我会看到 你们的照片 我会在social media 有时候会看到 我会翻到 以前跟Pastor Philip 所拍的照片 跟你们在一起的 很多的这些moment里面的照片 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很快我们会 见面 我们会一起来团契 我们一起来交流 那么很感恩今天 再有这个特别的机会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神的话语 所以不管 我们之前怎么样 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家人 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要期待 今天在神的里面 神的话语 要成为我们的帮助 在神的里面 神要再次地 给我们 带领我们去 进入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将会有美好的 新鲜的事情 要发生在我们生命中 你知道 神的话语这样说 当我们期待 当我们渴慕 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 你知道 神的喜悦 就临到我们的中间 美好的事情 已经发生了 在神的里面 在我们 当我们渴慕神的时候 已经发生了 在天上已经发生了 地上很快就要成就出来 所以呢 让我们带着渴望的心 带着一个渴望的灵 我们要在神话语中 在今天 这个意见神的时刻 我们要再次地 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阿们 真言书 十八章 二十二节 这边说到呢 关于婚姻的事情 这边说到 得着嫌妻 就是得着好处 意思说 当我们找到 当我们 得着一个 良磅 得着一个配偶的时候 我们就等于说 是得着了幸福 也有圣经版本说 他得着了一个珍宝 是一个宝贝来的 非常珍贵的 当我们得着 美好的配偶的时候 这边说什么 就等于是蒙了 耶和华的恩惠 所以你知道 我们的婚姻要刚强 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我们要 我们要建造幸福 跟美满的家庭 非常重要的 我们常常要有一个 感人的心 你要知道 虽然是当时候 你嫁给他 你娶了他 但是你要知道 不管是价是曲 这是耶和华 赐给我们的祝福 是神给我们的恩宠 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你要知道 这是从天上 赐给你的良磅 如果在我们中间 有夫妻在我们中间 有群里在我们中间的话 好不好看着你旁边的 那一位你的配偶说 跟他说 哇哦 你是上天所赐给我的 阿们 你是上天赐给我的良磅 上天 是耶和华 给我的这些的恩福 所以我们要常常感恩 很多时候 我们 要知道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 贵重的产业 真言书19章14节 那边也说 你知道 我们得着一个良磅 得着了配偶 就好像我们遗传的 我们从我们的祖宗 从爸爸妈妈那边 得着了房屋 得着了财产 得着了财富 哇 那样的兴奋 那样的开心 哇 应该是 要满心的感恩 赞美神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婚姻要刚强 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我们真的要幸福的话 很多时候 我们的嘴边 一定要常常 挂着 感谢 谢谢 很多时候 结婚久了 都觉得说 照顾孩子 煮饭 为家里付出 都是应该的 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要 学习什么 我们要常常感恩 菲利比书那边 告诉我们说什么 我们要常常谢恩 我们要常常 都 不断地来感恩神 神赐给我们的一切 神赐给我们的阳光 神赐给我们的空气 神赐给我们的 所有一切的能力 神赐给我们的智慧 神赐给我们的聪明 神赐给我们的教会 神赐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要常常来感恩 那天 就 师母去 预备食物的时候 煮饭的时候 那么 他一打开冰箱 就有一个小纸条 那边说 汉尼 达林 谢谢你 你为我们预备了 这些非常丰盛的食物 打开饭包的时候 一看见了里面 我就给他一个绯闻 说 哇 谢谢你 你煮出来的饭 都是香喷喷的 那么常常 感恩 就等于说 我们在婚姻里面 不断地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都是一个 这些神的话语 我相信就好像 我们的power bank 好像我们的电话 常常需要 转发 我相信 当我们的 从神的话语 得着滋润 得着力量 得着智慧 给我们的提醒的时候 我们用这样顺服 去做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看见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婚姻 都是刚强 幸福跟美 所以这边 也告诉我们说什么 既然你的配偶 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证言书第五章那边 也给我们一个 非常好的提醒 这边说 这边的经文说到 要逃避淫乱 逃避淫乱 那么这边说什么 他说 我们要忠于我们的配偶 当我们那一天 在神的面前 当我们 娶了他 当我们嫁给他 我们立定了三门海事 我们在神的面前 立定了这个 婚约的 这个圣约的时候 你要知道 当我们对他说 Yes, I do 我们就要学会 跟别人说No 你知道 婚姻的刚强 是在乎我们 怎么样说Yes 怎么样说No 对我们的太太 我们always都是Yes 对别的女人 我们要有智慧 可能我们要说No 很多时候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婚姻 所以怎么样说保守我们的婚姻 保守彼此之间的这个爱 这个盟约 常常感恩 常常感谢 常常赞美对方 赞美我们的神 所以这里 正言书第五章也说到 妻子呢 是你的专属 单单归给你一个人 我们不可以跟别人来享用 当我们这边也说到什么 他说 要许愿你幼年索取的蛆 你细细去看他 你会看见 他也有可爱的地方 还是可以找到很多方面呢 他给你的鼓励 他给你的帮助 他给你的陪伴 都让你许愿 这里说什么 当我们 他说幼年索取的蛆 意思说 当时候呢 可能这对夫妻呢 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很多时候呢 女人呢 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呢 身材都非常的苗条 我们丈夫呢 都非常帅气 潇洒 身材都非常好 非常健壤 很有细腻 很有魅力 但是结婚久了 日子 有了一些年龄之后呢 你知道很多时候 苗条形会变成什么 水桶形 从上面到下面 是直直的 男人呢 怎么样 变成怎么样 三角形 就是上面小小 这个杜男的部分呢 就大大 可能脚也小小 不管怎么样 跟你的配偶 跟你旁边的人说 哇哦 你还是非常苗条 你还是非常健壮 因为 你是神所赐给我的 我感恩 我赞美 我能够娶到你 是我的荣幸 我能够嫁给你 是我的幸福 就跟你旁边的人这样说 所以这里 在告诉我们说什么 你知道吗 婚姻呢 你要学习什么 常常 不单是在一开始 我们结婚的时候 新婚总是快乐的 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 你要 喜悦 你当年 所选择 所得到的配偶 而且呢 我们要怎么样 常常呢 觉得有了他之后 我们就非常满足 而且有了他之后 我们跟他之间的爱情呢 我们要常常学习去陶醉中间 你说哎哟 这样的身材 哦 这么糟糕 哇 我怎么样可以跟他在一起啊 哇 你这样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结婚在一起的时候呢 哇 总是看对方 哇 都是潇洒 都是美丽 很多罗曼蒂克的 这些的 盼望 很多罗曼蒂克的想象 以后我们要怎么样甜蜜啊 我们要怎么样幸福啊 哇 我们怎么样建造我们的 这个 这个 我们的家庭啊 但是一结婚之后 很容易呢 我们 就更加认识他 当我们更加认识对方的时候 两个人 不住在一起 睡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呢 都是 常常发现 对方的弱点 我们已经忘记了 对方的优点 所以 婚姻要刚强 亲爱的家人们 所有的 这些的配偶 所有的夫妻 你要知道 接纳 欣赏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就应当 常常 让对方 明白自己的个性 更重要的是 让对方 明白自己的弱点 你知道 人都不完美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我们都 为着 哇 完全完美的东西 完美 感恩 今天 没有人是完美 世界上没有一个艺人 你越 靠近他 你越 你越会看见 越会发现 他的问题 他的糟糕 他的软弱 所以呢 圣经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 感恩 不管是 什么形状 不管是 有什么的弱点 我们都要 感恩 罗马书第十四章 第一节那边说什么 他说 信心比我们软弱的 我们要 接纳他们 我们总是 不要怀疑 不要疑惑 不要去辩论 不要去争吵 不要去批评 甚至不要教导 哇 哪里可以这样啊 哇 你回来的时候 哇 那个臭画子 怎么可以随便丢啊 哇 怎么这么乱啊 你的摆设 哇 非常凌乱啊 男跟女 上帝创造男女 都不一样 男人是用泥土造的 而女人呢 却是用什么 用骨 肉 血 所造的 是从男人 的里面 拿了一根肋骨 来造成 女人的 所以创造的品质 都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男女 都不一样了 我们不管有什么差异 我们的个性 可能不一样 我们的喜好 不一样 我们的看法 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有 不同的软弱 都有害怕的地方 都有 这个不喜欢的地方 重点 不是要去改变 对方 你知道婚姻 其实 可以刚强 可以幸福 可以白头偕老 可以幸福美满 充满喜乐的话 就是在乎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一直不断地接纳 一直不断接纳 不是对方的优点而已 不是 而是接纳对方的弱点 接纳对方的错误 你知道改变 不是即使 好像 你在翻手机这么简单 不是 改变了 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很多事情 我到现在都还在改变 我非常欣赏师母 她真的是 接纳我的软弱 接纳我的这种 慢条思理 拖延的这种改变 到最后 师母不但只接纳 她说 因为我做事情 很拖的 很慢的 师母就说 你是不是在考虑 做事情谨慎一点也好 稳重一点也比较好 她把我的弱点 应该改变的个性 她知道需要过程 但是她学习怎么样 她就学习 怎么样来欣赏 她把它想成 是一种谨慎 是一种稳重 她知道在过程中 我需要时间去考虑 去想一想 没关系 她说你去想一想 好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睡觉都没有打呼 现在睡觉 打呼声非常大声 师母没有办法睡觉 她就跟神祷告 跟神祷告说 上帝啊 这个是你赐给我的产业 这个是你赐给我的男人 这个是你给我的这个 所得着的幸福 这个是一个珍宝来的 今天你看睡觉的时候 这么大声 我没有办法 很影响我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睡觉 没有办法 真的是 有时候她睡着了 半夜都会被我的打呼声吵醒 那么 她就向神祷告 求神 改变 很多时候夫妻呢 我们都是 求神 改变对方 让对方改变 婚姻要幸福 不是改变对方 是求神来改变我们自己 懂得去接纳对方的 各个方面的个性 各个方面的软弱 各个方面的 你认为糟糕的地方 甚至你不能接受的地方 求神改变我们 能够去接受 变成欣赏 师母现在说 每一次我打呼的时候 她说 没有听到我的打呼声 她不能睡觉 那么 半夜 她惊醒之后 她就听到我的打呼声 她说感谢主 我的男人 还在我身边 我的男人 还睡得香甜 她就感恩 她就赞美了 所以亲爱的家人们 婚姻要刚强 婚姻要幸福 要美满 非常重要 一定要接纳 跟不断地欣赏 对方 去找到对方 可以欣赏的地方 现在看着你旁边的人 看着你旁边的配偶 看着你身边的伴侣 来 跟他说一句 你欣赏他的地方 常常我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我们都要对方说 你现在可不可以写出 十个对方的优点 然后用一句话 去形容对方的优点 而且是欣赏他的话语 很多时候 我们老夫老妻 反而忘记了欣赏 你知道 欣赏不能够是在婚前 也不是能够在新婚 是一直不断地欣赏 一直不断地接纳 不是一直不断地改变对方 是一直不断地改变我们自己 这样的婚姻 你说 牧师你不明白的了 我们常常说 你不知道他多糟糕 我被打喊了 讲到现在都生气 受不了他 来我们来看 刚强永不止息的婚姻 应该是怎么样的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这边说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识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当我读的时候 你知道每一句都成为我们的禁止 也成为我们的提醒 我再念一次 什么爱呢 爱是怎么样的呢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识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别人的恶 别人的过犯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这个就是 永不止息 爱的经典经文 请问你有注意到 前面 里面 有什么字是重复了 一开始跟最后一句 有重复 什么 你看到吗 他在说 爱是很久忍耐 这个经文结束的时候 他说 凡是忍耐 亲爱的家人们 婚姻 你知道 他需要忍耐 需要忍耐 爱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你知道我们 爱我们才嫁给对方 爱我们才娶对方 爱我们才生孩子 我们才建造我们的 我们的家庭 才一起生活下去 那个爱你知道 是个过程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 你要知道 刚强是什么意思呢 刚强就是成长的过程 忍耐等待后的结果 刚强是 在成长的过程中 忍耐等待的结果来的 所以我们的婚姻里面 不要随便就说 分房 回娘家 离婚了 我不理你了 你做你的 我走我的路 总是要忍耐 虽然很多时候都有气 很多时候夫妻都有争吵 每一个人夫妻都有争吵 我也有 我跟师母也有很多争论 也很多争吵 但是很多时候 总是要忍耐 千万不要在怒气中 一直在那边争吵 很容易就会算旧账 接对方的倉疤 我们讲很多都没有营养的话 没有帮助我们的婚姻 继续向前的话 我们都是 从我们里面 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 在怒气中 都是要摧毁对方的话 那不是智慧 那不是聪明 你要知道 神把这个配偶 赐了给我们 我们要珍惜 我们要爱护它 我们要 很多时候 忍耐是非常重要 忍耐 伸出毅力 毅力 伸出刚强 刚强 带来永生 生生不死 不要怕困难 不要怕 很多事情我们在忍耐 怕我们受不了 神是我们的帮助 不管我们在哪里 我们都 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祷告说 神啊 帮助我们 我们 要学习忍耐 最后 Skyline的家人们 你知道 婚姻要刚强 要幸福 很重要的就是要 持续经营 要持续经营 不要只在 恋爱的时候 我们就 上刀山 下油锅都可以 新婚的时候呢 哇 我们都很容易迁就 我们都很容易说yes 婚后呢 日子久了 有了孩子 有了经济 有了生活的压力 特别是现在 通货膨胀 经济压力 很多地方都 有许多的焦虑 很害怕 很担忧 很多时候 就很容易 有碰撞 有吵架 夫妻常常吵架 都是因为钱财 都是因为沟通不良 我以为你 你以为我 有沟啊 没有通 我们还是 可以去面对事情啊 我们就是 来争 你对 还是我错 我们都一直不断地来 要 证明自己对 这样就 要证明对方错了 我告诉你 在婚姻里面 不管是谁对谁错 记得 我说这句话 我们都有错 婚姻里面 不管谁对谁错 我们都有错 没有一个人 全部对完 也没有人 完全没有错误 所以 我们要懂得 常常常说 sorry 是我的错 不在乎 这个争执 是谁先开始的 不在乎 谁最有理 我告诉你 神的话 也在告诉我们 说什么 你知道吗 婚姻要刚强 你应该要什么样 总之 要有一个人 先说 对不起 可能就是 那一方 你觉得对的 你觉得 对方错 你对 他无理 你这样 想法 有这样的认为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 这一方 你就要先说 对不起 因为 我不知道 你有暖落 我不知道 你在这方面 你不喜欢 我不知道 你在这方面 你有不同的看法 我不知道 原来 你不喜欢 求神恩待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 我们 我要在这里 给大家 爱情的三朵花 你知道 我们的爱情 要 刚强 要 荣神义人 要 幸福美满的话 你要常常有着 爱情的 三朵花 除了刚才我说 你要 刚强 你就常常 你知道 刚强的人 总是会说 对不起的人 总是会 说对不起的人 那么 什么是 爱情 三朵花呢 爱情 三朵花 好 第一朵花 就是要 花心思 需要 花心思的 有一次 师母回到家 我就 买了一些水果 买了这个 那个 红色的 这个 Storeberry 好 然后 他一回家的时候呢 我就在地上 摆了 就是用 Storeberry 摆成一个星形 好 那么 他一回家 一看 一打开门的时候 怎么地上有 这个Storeberry 然后 是一个 新的形状 然后 那边有个 小纸条说 老婆 谢谢你 为我的付出 我知道 一点都不容易 但是 我看见 你仍然 一直不断地付出 一直不断地忍耐 接纳我 各方面的不足 各方面的软弱 我非常感恩 能够从神 得着 像你这样的 美丽 大方 能干的 嫌弃 我告诉你 师母看到了 这个纸条之后 我所有的软弱 所有的错误 所有的不对 被Humblang Cancel掉 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 他说 他就 马上去开门 看着我的时候 睡鬼 会听这句话吗 很甜蜜 你知道 需要花心思 去经营 我们很多时候 要追求对方的时候 我们就花心思 但是呢 结了婚之后 仍然要持续 去花心思 去经营你们的婚姻 那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朵花 就是 花时间 你要花时间去想 不要想不到就不想 这些 我没有这么罗曼蒂克 没有这么罗曼蒂克 都是学 男人 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土土的 没有情感 那么我们 不去小绝的 你能做的事情 我们不做的了 这种东西 要实际 要现实 要吃的话 要吃饱 师母就觉得说 不是 不单止要吃饱 环境要好 要干净 要有那个气氛 要有感觉 那么 他很在乎这种 这种情感 这种感觉 那么我就 吃饱就好了 可以塞进去 吃得进去 都可以的了 上帝造男人造女人 都不一样 你要欣赏 上帝的 创造的杰作 虽然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就要不断地去 花心思 花时间 第三朵花是什么 花金钱 要花钱 不要不舍得花钱 送美容产品 让太太可以去 好的审论 带太太 有 这些理由 我现在 每一个礼拜 都有一天 是属于我跟师母的时间 做牧师 都有非常多事情 要忙碌 但是我已经跟我的同工团队 所有的人 我都已经说好 礼拜四晚上 我没有空 为什么没有空呢 因为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 这个appointment非常重要 这个appointment的对象是谁呢 就是师母 所以我们都会跟其他的事情说 no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的话 我们都不会使用 那一天我跟师母 两个人去约会的时间 有时候我们会去享受 有时候我们 因为有一些 没有不得已的安排 我们可能会用一个周末 我们会用一个特别的时间 我们去一个地方 不一定是去国外旅游 也可能是常常去locker的旅游 那么甚至呢 就是在附近 那么去到吉隆坡市中心 在那个地方呢 就是住一个小小的这个房间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 度过一个晚上 需要经营的 最后 最后 我要呼吁在我们中间的家人 如果在我们中间 你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感恩 好久好久没有在 怎么样去 为着你所拥有的来向神感恩的话 今天你要来到神的面前 来向神感恩 你要赞美神给你的 这是神认为最好的 当时候 亚当去找完所有的动物 没有一个真的能够成为 他的好帮手 唯有上帝来 造一个夏娃 给他的手 上帝预备给他的 才是最perfect的 一个人的手就不好了 加上上帝给他的配偶 那就是好 所以我们要感恩 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 我们要赞美神 神的安排没有错 有错不是神的错 有错是我们的错 我们看错 我们想错 我们做错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错 你要来到神的面前 来学习 为着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孩子感恩 有什么地方 可能我们还是 不能够原谅对方的 不能够饶恕的 接受不了 受不了他 不能够再 被打喊了 求神给我们恩典 求神 圣灵现在就 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一个温和的人 领受圣灵 给我们一个温柔的人 我们学习去接纳 我们学习去欣赏 我们需要忍耐的力量 而且神 今天我要做主 我从你领受的爱情三朵花 花心思 花时间 花金钱 三朵花代表什么 我爱你 我爱你不是只是说在口中 不是血而已 它是个行动 我爱你 是个行动 花心思 花时间 花金钱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你可以闭起你的眼睛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站起来也没问题 你也可以 举起你的手 代表着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跟神说 神啊 今天我听到你的声音 我听到你的话 我领受 你给我的恩典 神 我知道 我真的需要你 来帮助我 来帮助我的婚姻 我需要你的圣灵 在我里面 你改变我 让我懂得感恩 让我懂得欣赏 我懂得接纳 我有忍耐的力量 我常常知道 我要 因为是神 赐给我的 所以 我要常常 爱惜他 保管他 一直不断地去 maintain 让他成为最好的 成为最美的 我知道你把这个人 放在我的生命中 我就是要帮助他 成为 神你所重用的男人 神你所重用的女人 合乎心意的男人 合乎心意的女人 神啊 给我智慧 给我力量 让我不断地来回应 你的呼召 来回应 来完成你 给我们男人女人的旨意 我们男女结合在一起 神啊 求你帮助我 能够 有力量 有智慧 有牟略 来帮助我的 另外一半 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的祈求 我们这样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是 带着个信心 带着感恩 赞美 我们需要你 我们爱你 谢谢你 爱我们 把最好的赐了给我们 我们这样的祷告 敬拜 祈求 交托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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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地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阿们 阿们 感谢Pastor Jonathan的信息 最感动我的一点是 婚姻乃是互相接纳 为彼此感恩 而不是要尝试去改变对方 同样的 和婚姻一样 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也是永久的 祂不会撇下我们 并时刻看顾着我们 正在收看的你 如果你受到感动 想要与耶稣开启这一段永久的关系 让祂带领你走过这旅程 并赐予你丰盛的生命 我想邀请你与我一起做这个绝制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祢是赐给我们信心 盼望的主 谢谢祢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付上代价 并从死里复活 请祢原谅我的罪 并用祢的爱充满我 今天我要邀请祢进入我的生命里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并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祢 并决定只跟随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如果你刚刚念了绝制祷告 欢迎你加入上帝的大家庭 我们很想与你开启这新的旅程 所以请你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或浏览skylangsib.com slashnextstep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让我们和你一起联系 因为我们很想与你一起更认识耶稣 更亲近上帝 或者你有任何的祷告需求 我想告诉你 你不是一个人的 扫描二维码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我们很愿意与你一起分担 如果你想更了解Skylang教会 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以获取更多的资讯 好 那我们的崇拜已来到尾声了 上帝祝福你 我们下星期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